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比较熟吗 他跟我说 他说 涛哥 这事没法干 我这小舅子刚来了 不到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礼拜十天 第二天买了一辆奔驰600 第二天买了一辆奔驰600 他说 第四天看的房子 第五天就买了 百十来万的房子 那这个 我这朋友就说 哎呀 他说我心里有点太酸了 我妒忌死了 他的小舅子从大陆来的 他说这大陆人太有钱了 那后来我听了之后 我就跟他开玩笑 大家熟了 我说你说大陆人太 非常有钱 这是事实 对不对 他说对呀 他说那没什么 他自个儿一扎免 他说现在这人没道德 那当然这是这么聊天了 不是说大陆的朋友都没道德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横比做人的水准的这种低下 黄安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如果一个人的道德都转向了钱财 这个人自然就会丧失他的道德水平 中国人真正挣钱 是在99年之后 2000年期间 而这期间被称为我说的大屁股崛起 大屁股崛起是人赚钱的时候 同样是人道德沦丧的时候 在中国的大陆 所有被人们看到的 我们所感触的那种道德沦丧的事情 无论对个体 对一个团体 对维权律师 都发生在这个阶段 当人们毫无节制的 毫无理由的 毫无控制的 去获得财产的时候 人们丧失的是道德 正好跟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对立 那所以早在08年09年 所有人有了一个共识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但是反腐亡党原来是个形容词 在今天的概念当中 是个金科玉律 反腐走过了这个阶段 已经走过了反腐的阶段 什么阶段 2013年三中全会 到2015年 12月30号 结束 反腐 2016年亡党 这是两个时间段 所以2015年年底 中共最上层召开的两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民主专题民主生活会 用文革的整人的方式 在整治着政治局的所有的人员 而政治局的产生是十八大的结果 十八大是江泽民获胜 2012年11月份 在11要死那天 结束的 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场面 所以2016年亡党 开始走入第二阶段 反腐已经客观事实 亡党谁也阻挡不了 BBC这么报 上海首虎 爱宝尊被双开 故意选在这一天 所以我们看到的 就说他离开北京 习近平离开北京 上海直接对应出来东西 那我们知道 在年底的时候 已经派了中纪委的一个副书记 进入到上海 而定了习近平定了三条规矩 昨天我节目当中都说了 那今天就在上海兑现 爱宝尊被双开 直接了当的说法 就是对整个上海帮动手 那爱宝尊 该说的不该说的已经说了 对吧 该说的不该说的已经说了 所以踩着爱宝尊 后面逐渐会出东西的 这是非常明确的 里面在介绍了一些内容 我觉得介绍内容无所谓了 就是跟大家说 进去了 干活了 砍人了 与此同时 北京的副书记 吕西文 被立案调查 北京作为首都 当局反腐历来比较慎重 那这一次呢 第五代指习近平 王岐山指导黄龙 拿下了北京官场本土势力的代表人物 吕西文 显示出整治北京官场的雄心 吕西文落网 京城官员人人自危 那盘踞多年的地方势力被打中七寸 将预示着京城的大欢喜 吕西文的仕途 是从北京西城区出来的 他从西城区 从区长到区委书记 一步一步走上来 这个过程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这个 陈西东被江泽民打下 贾庆林上来 所以他服务的是贾庆林阶段 他服务的是贾庆林刘齐阶段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吕西文曾经做过北京市党校校长 意味着北京市地方官员 都经过他的手抄一遍 他是抄的 所以这里说 北京市目前政厅级官员 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吕西文提拔的 一句话就到位了 杀吕西文 震掉地方官员的任何其他的想法 前面杀爱宝寸 这儿杀吕西文 是合在一起的 对吧 这是动了 在两家 一个上海一个北京 同时动 动北京是震慑地头蛇 让北京的地面上不能动 而抓上海 干上海 是往上海指导荒龙 两个小时之前的消息 国台办副主任 公清盖 严重伪计被查 这是一个非常吃惊的 因为 因为台湾刚变了天 对不对 那台湾刚变了天 这头就卡 把国台办的副主任给杀了 而这国台办是哪来的呢 是福建上来的 他从地方福建上来的 但为什么 在民进党全面掌台之后 刚上来 即刻杀掉 国台办的一个官呢 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看法 习近平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台湾整个中华民国的问题上 杀掉国台办 是否定过去的对台的整个政策 是应对的蔡英文的上台 他将有大的变动 大家看到了哈 杀上海 江泽民死定了 摁住北京的地头蛇 都靠杀人的办法 然后砍掉国台办 跟中华民国会有新的说法 台阳报写篇报道 北京对台湾更加自信 主张台独的蔡英文 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 北京对此很淡定 国台办发言人 只是轻描淡写的描绘说 对台大政方针 不会因为选举结果而改变 相比当年陈水扁上台 北京显然有很强的自信 这背后投射的是 两岸实力的此消彼长 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对吧 今天 大陆的经济的整体的状况 2015年创纪录的 6.9%的这种低速的增长 曾经的大陆是11点多的GDP 那GDP有那么大 现在GDP有那么点 对不对 但是这里我只想跟大家讲 它这里说明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台办 是国家层面对台湾最主要的政府机构 对这件事情很淡定 我跟大家说过 建马英九是假 马英九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一块台阶 匆忙的建马英九 建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那今天蔡英文上台 这个时候习近平再见蔡英文 建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根本没有台独的概念 这是第一 第二 为什么我说习近平可能非常乐见 蔡英文上台 而反映出砍掉对台办的官 然后很淡定呢 习近平早就知道 国民党没戏了 国共的概念成为了历史的词汇 现在将出现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号 如果说句更那什么的话 反腐亡党留下了国家 2016年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但你记住这事情发生了 国内讨论一个词 叫党领导一切 对吧 我看美国之音还做了个评论 这个东西 只是表明现实环境当中的这种 相互力量双方的一种争持的过程 党领导一切 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如果今天主政的人 在省长 新任省长的宣誓词中 加三个字 忠于党 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 但他吃饱了撑的 弄个宣誓词 里头没有忠于党吗 然后再让你们去讨论 党领导一切吗 所以我提醒大家 你回家看老炮了 你看不懂冯小刚的老炮 你就看不懂习近平王岐山 你看得懂老炮 你就看得懂今天他在干活了 他根本不管这个那个的 他有着自己内心中 很明确的一条路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